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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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我們就要進入下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叫做 青少年的生理發展 青少年有什麼生理發展 你們看到青少年的生理發展 就是 puberty 對不對 就是青春期 青春期的拉丁文 其實它的原意是 adult 的意思 青春期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發展 發展了什麼 蛤 不用第二 第一也發展了對不對 第一性徵 第二性徵 都算是有發育 所謂的第一性徵 可能就是睪丸卵巢的發育 第二性徵就是 身體的一些性器官 然後女性的 各式各樣的性徵都出來了 還有呢 有沒有人一個暑假 自己或是同學 暑假結束的時候回去發現 一下長高10公分的那種 那種例子 有沒有 或是10公斤的例子 有耶 我有一個兄弟姊妹 就是在一個暑假 多了10公斤 還好後來那怎樣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經驗 突然一下長高很多 應該有吧 除此之外呢 還有沒有什麼發展 聲音 男生的變音 我們算第二性徵好不好 好 再來 再加油 還有什麼 頭髮 頭髮 頭髮突然長很多嗎 還是突然變少 那可能要到青春期以後 還有沒有 皮下脂肪 說得好 你的身形改變了 女生的脂肪變厚了 男生的肌肉變得非常強壯 所以其實是 就是你的那個 脂肪的分佈 跟你的肌肉 是讓你的身形改變 然後男生女生 就除了性徵之外 除了性徵本身之外 你的整個的 脂肪跟肌肉的分佈方式 也會有了性別的特性 還有呢 青春 痘算是荷爾蒙對不對 是荷爾蒙造成的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 跟 腦部發育有關 然後跟荷爾蒙有關 就是很多的生理 生理上面 都會出現一些這樣子的症狀 所以其實這一章的主題 我們這一章的主題 其實就是講這三件事 就是腦部的發育 神經的發育 荷爾蒙的發育 對青少年 所造成的影響 那但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青少年的整個的循環系統 整個的那個呼吸系統 其實也都有很大的改變 好 那我們就會把它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先講的是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講的是神經 神經方面的發展 所以我們快快的看一下 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好 我們看85頁 神經細胞 我們大致把它分成幾個部分來講 一個部分是cell body 就是細胞的本體 然後還有束突 束突 你在85頁看到那個 這個分出來的 然後它是接收訊息用的 然後有軸突 軸突是粗粗一根 然後軸突外面呢 通常包了那個神經鞘 那神經鞘是一層厚厚的脂肪 那隨著這個青少年期 它發展出這個厚厚的脂肪 包在外面呢 就像你的電線的那個橡膠 包在外面一樣 包得很好 就是不會漏電的話 那你的傳導的比較有效率 隨鞘 神經鞘呢 會讓你的發展 會更好 然後接著是 synapses 突觸 那突觸 我們認識一個字叫做 synaptogenesis 突觸的增生 不同的神經之間的connection 束突跟軸突之間的連結 會幫助訊息的傳導 好 那就是新的突觸會增生出來 如果說你的刺激 你的環境刺激夠多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 特定的突觸 特定的束突 特定的突觸 軸突 會發展出突觸 然後還有就是 neurotransmitter 就是你在突觸的 那個神經傳導的時候 是需要靠 neurotransmitter 來進行的 那 最常 我們知道的一個 neurotransmitter 就是dopamine 的多巴胺 那多巴胺 尤其是在limbic system 在邊緣系統裡面是 對神經傳導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大腦的結構 我們把它分成灰質跟白質 那剛剛的影片裡面 就有談到灰質 cortex cortex 是所謂的皮質 大腦皮質其實就是灰質 那皮質裡面有什麼呢 皮質裡面有你的細胞本體 也有很多的束圖 然後也有很多的圖處 它其實是屬於在 那個大腦皮質的部分 那隨著你的發展 會有一個特色 就到了青少年期以後 你的皮質會變得比較小 腦部皮質在外面嘛 裡面的白質會比較多一點 白質為什麼會增多呢 因為軸突 有人說是因為 他的神經俏變得比較厚 所以因為白質裡面 就是比較靠裡面的 皮質的裡面是白質 灰質裡面 灰質就是皮質 灰質裡面是白質 那白質因為 fat cell 水俏增厚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大 然後那還有一部分呢 就是皮質為什麼變得比較少 其實是因為 pruning 就是所謂的減脂 就是你不用的那些 不用的細胞 不用的 synapse 不用的突出 不用的這些神經連結呢 會隨著發展而慢慢的被減脂 被減掉 那比較常常使用的突出呢 它會 就會保存在那邊 甚至會有新的 connection 會出現 那細胞本體的增生 神經細胞的增生 雖然現在有一些例子說 某一些部分 會增生 您在書本上面有提 就是說 到了年紀很大的時候 你還有兩個地方的 腦部的 神經細胞是可以增生的 但是神經細胞增生不是 一般現象 大概到兒童期 大概後期 大概就沒有什麼 神經細胞增生這件事情了 所以基本上增生的都是突出 好 而且它也會減脂 所以我們減脂就叫做 pruning 大腦分成左右兩邊 那它中間是用 corpus callosum 就是平肢體 連接起來的 請你們看到書本上 87 頁 好 87 頁 我們都知道說 大腦有左右兩半球 那左右兩半球中間是 所謂的平肢體 那它主要是軸突 一大堆就是那個神經在中間 然後去傳送 左右腦之間的訊息 不同的腦區有不同的訊息 互相左右傳送 好 那到了青少年期 這個 corpus callosum 會增後 那增後的話 也會幫助你的這個 這個訊息傳佈會比較的 能夠 efficient 好 那大腦分成四個部分 那這四個部分呢 就是主要是說皮質啦 就是外面的灰質 分成四個部分 那這四個部分包括 額頁頁 捏頁跟枕頁 那它們的比較一般的功能 就用一兩句話來 去形容的話 我已經寫在你們的這個筆記上了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多談 好 那在青少年的腦發育的部分呢 我會分 下面我會分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 是我先會介紹 limbic system 因為我要介紹青少年期的腦部的主角 那我可能在青少年心理學 這學期的第一堂課 就介紹過 limbic system 其實剛剛的影片裡面也有講 就是青少年 他們其實在process information 的時候 主要 它那個裡面有講說 他是 use an old part of brain 就是 limbic system 其實是在演化上 比較早就出現的 所以就其實動物也都用 那他們用這個 limbic system 邊緣系統裡面的 就是功能比較發達 然後常常在訊息處理的時候 都會以 limbic system 的活動為主 那 limbic system 這個邊緣系統裡面 包括很多東西 比如說他包括了 amygdala 包括了杏仁核 包括了海馬蕙 海馬蕙 Hippocampus 那海馬蕙是跟記憶有關的 那還包括 hypothalamus 氏丘 下氏丘 這個東西在行為上面也很重要 所以就包括了一堆東西 那還有別的 我們最常聽到的其實是杏仁核 它比較關聯的是我們的情緒 尤其是負向情緒 比如說恐懼的情緒 害怕的情緒 生氣的情緒等等 都跟杏仁核比較有關 那海馬蕙跟記憶比較有關 那 hypothalamus 其實 你的吃東西 你的性行為 其實都跟下石球有關 所以 我們介紹 limbic system 的原因 是因為青少年期 在這個地方特別活躍 所以等一下它還會出現 那第二個我要介紹的是叫做 neuro-constructivist view 所謂的neuro-constructivist view 請你翻到書本上的 85 頁 在你中間的那一大段裡面的最後一段 第一行 有沒有看到一個黑體字寫的 the increasing popular neuro-constructive view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請你再看另外一個地方 請你翻到78 頁 78 頁 的最上面 又有一個名詞 叫做epigenetic view 這個epigenetic view 我們把它中文翻成 後生說 或是漸成說 那什麼叫做後生說 或是漸成說呢 意思就是說 你的很多的發展 它並不是由生命 遺傳 所決定 你的很多發展 也不是由環境所決定 而是你的 gene expression 就是你的基因的表現 跟表現型 基因的表現型 以及跟你的環境 跟你的經驗結合之後 他們會互動 那麼在互動的過程中 慢慢慢慢你的腦部發育 是透過這兩者互動以後 而形成了你的表現 好 這是叫做epigenetic view 叫做後生說 或是漸成說 或是漸生說 都可以啦 那 neuroconstructive view 其實就是這個epigenetic view 的意思 所以你翻到課本上去看 它也會告訴你相同的意義 就是你的很多的發展 並不是單一的生理 或是單一的環境 所造成 他是一個 gene environment 之間的 基因跟環境 都有貢獻 那在第二點呢 就是 你看到書本上 他講的第二點 其實就是說 Brand has plasticity and is context dependent 那我們正式介紹 Plasticity 這個字 Plasticity 的意思 Brain Plasticity 的意思 是表示大腦的可塑性 Plastic 是塑膠嘛 對不對 所以 Plasticity 是 講的是大腦的可塑性 大腦為什麼可塑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說 當你的腦部不需要這個突出的時候 它會被剪掉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會有圖數增生 有所謂的 synaptogenesis 有圖數增生 所以 增生與 pruning 與剪枝 它是 context dependent 它是因為你的環境 給了這個大腦的特定的一些刺激 或是 reinforcement 等等 而讓你的這個 brain 形成了一個特定的樣子 它是表示大腦是可被塑造的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 最 對個體最有關的 就是它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 就是你的認知發展 其實是跟你的大腦的 過去的很多經驗 以及 生理上面的原來 原來有的能力的 原來有的特性的 interaction 的結果 會跟你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 很有關係 這是我 對於青少年的發展 大腦的發展要講的第二件事情 第一個是講 limbic system 的特色 第二個是講 neural constructivist 的意義 第三點 我們就要來看 第三點 我們就要來看 Neurological change in adolescence 到底青少年期有什麼樣的改變 在他的神經發育上到底有什麼改變 我們從最小最基本的講起 第一個就是神經俏 就是我剛剛其實我現在講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重複 剛剛已經講過的事情 第一個是所謂的 malign sheath 就是神經俏的那個外面 那個包起來的東西 這個在85頁的 最下面那個 neurons 那一大段的第四行 你也看得見那個字 malignation 好 那我剛剛已經講一遍 再重複一遍 就是這些 malignation 的過程 神經俏的發育的過程 讓脂肪細胞 把軸突外面的這個 這個傳播的線 包得很好 那包得很好之後 就一方面就讓他的神經傳導 非常的有效率 快也 efficient 然後而且呢 在這個過程中 他可以幫助很多不同的 brain region 因為他快又又又又 又迅速又又確實 所以你又幫助不同的 brain region 再去做整合 再做傳播去做整合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當我們在用我們的腦 去處理某一些訊息的時候 不只大腦的一個地方在使用 不同的腦區都需要 都需要同時工作 那不同的腦區同時工作的時候 當這個傳播是快 是迅速是確實的時候 可以 integrate 出一個新的功能出來 好 比如說你做算術 你做算術的時候 這麼簡單的加減法 乘處法 其實你所運用到的腦區 就不只一個地方 那如果說你的每一個傳播 都很迅速的話 那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個做得很快也很好 那我們現在也有新的研究 會發現說 年輕人在做算術的時候 跟老年人在做算術的時候 他 activate 的腦區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 那當然是因為老年人 他有他腦神經傳導的缺陷 所以他可能必須要 activate 更多的腦區 會去幫助他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 就是說到青少年期 因為他的 軸圖的包得比較好 所以他的 integration 會比較好 而且 比如說 我們說在青少年期 他都是使用 limbic system 在做很多的活動 可是隨著你的發展 當你的 這個神經俏 這麼基本的東西 如果發展得好的時候 你的 frontal cortex 也發展得好的時候 那我們的額葉 就可以去 跟 limbic system溝通 所以為什麼到青少年以後 慢慢的 他們就比較不衝動了 就不再使用 limbic system 來處理很多的訊息呢 其實是因為 除了 limbic system 本身的活動力 比較削減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的神經傳導好了之後 你的 frontal cortex 的功能變好 他可以 去傳導到 limbic system 去幫忙去 suppress limbic system的功能 好 這是關於 最簡單的神經俏的發育 對一個人的 青少年的這個改變 第二個呢 就是 白質增多 灰質減少 這也是青少年期的 第二個 他的 neurological change 的特性 那白質增多 灰質減少 皮質減少 那其實就是說 這個皮質的功能 其實是被 integrated 就是因為你的 pruning 跟你的 synaptogenesis 就是讓你該留的留 不該留的不留 所以這個 connection 你需要的 connection 就可以被加強 所以那處理訊息就更迅速 因為你不需要的突出 都已經被減掉了 所以這是 brain function 他可以整合得更好 就是透過白質的 增加灰質的減少 第三個 就是剛剛已經講過的大腦可塑性 那大腦可塑性就是說 在青少年期 減之跟 突出增生 其實在不斷的進行中 而且我們應該這樣子說 就是在青少年以前 大腦的可塑性非常強 然後呢 如果你有 brain injury 如果你有任何的腦傷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 腦部的其他的地區 其他的腦區的功能去取代 性人核的在這個時期 他其實是特別活躍的 特別活躍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說剛剛已經講過了 性人核其實跟 情緒非常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說 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前額葉皮脂 還不能夠 suppress limbit system的功能 而limbit system有特別活躍 所以造成的結果 就是我們會說青少年期呢 就他就是剛剛看影片嘛 有很多randomized的行為 而且我們會說 他這個是 這個時間點是 risk taking 跟 sensation seeking 是特別明顯的 就是他會做很多 有危險的行為 然後呢 對於 sensation 對於這個感覺 就是那個快樂 興奮的事情 然後就是 帶給他 sensation 的事情 會特別喜歡 這也跟他的性人核的發 就是在那個時間的活躍度有關 這個年紀之後 他們到底在腦部的生理發育 有些什麼樣的特色 那我已經跟大家提了四點 如果你們去看你們的 outline 的話 第一點是關於他的 包隨竅的 malination 事實上是做得越來越好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白質 增多 然後灰質減少 那大腦的灰質減少 其實是告訴你說 他的 synapses 是更加強了 那些常常受到刺激的 synapses 讓他們的傳導 更有效率 而把那些不使用的那些 synapses 給減少了 所以灰質才會減少 意思也就是說 對青少年來說 他們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會更有效率 那第三點我告訴大家 就是大腦的 plasticity 大腦的可塑性 那我們說在青少年期之前 就成年之前 孩子們的腦部發育 事實上是有非常大的可塑性 那他除了把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剪織掉 也會有所謂的 synaptogenesis 讓他的突出 做更好的增生 那第四點我提到的 是關於 amygdala 以及 limbic system 的發展 告訴你說 在青少年期 其實在這個部位 是特別的發展 特別活躍的 那下面我還要再講三點 第一點是關於 Neurotransmitter 所謂的 Neurotransmitter 神經傳導物質 是當你把你的訊息 從軸圖 傳到樹圖中間的圖處 當你要傳訊息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靠 一些化學物質在中間作用的 那我們叫這些化學物質 叫做神經傳導物質 叫做 Neurotransmitter 那 Neurotransmitter 裡面有好多種 有一種叫做 Dopamine 我們叫他多巴胺 那 Dopamine 事實上 是在 limbic system 裡面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神經傳導物質 可是有趣的是 在青少年期 你們書本上特別給了一個年紀 我想是可以做參考的 就是十四歲到十六歲 在青少年期 Dopamine 它的 set point 意思是說 它在每個人身上的設定值 特別高 好 那所以因為在這個時間點上 Dopamine 在 limbic system 上的那個 特別高 所以它其實也造成 limbic system 特別活躍 好 那除此之外 Dopamine 本身 它也有它的有趣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你也許沒有服用過 但是你一定聽過安非他命 對不對 那安非他命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毒品 那它的毒品的功用 其實就是讓 Dopamine 更活躍 然後 Dopamine Receptor 的作用的時間增長 好 那 Dopamine 有什麼功能 其實 Dopamine 是 如果它的那個增加 它的在血液裡面的濃度 非常高的話 那它用一些化學的方式 可以讓你 比較容易有所謂的妄想 比較有 有可能有所謂的 hallucination 跟 delusion delusion 是妄想 hallucination 是 知覺上面的一些錯亂 好 那這些妄想與錯亂呢 比如說有幻聽 幻視 就是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聽到別人聽不到的東西 是一種假象 那這種其實都是 Dopamine 如果太高的時候 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Neurotransmitter 它本身的活躍 其實是有一些特別的作用的 那它在 Limbic System 裡面 在青少年期 尤其是 Early Adolescence 又特別高 那你可以想到在這個青少年期 它的作用方式是什麼 然後第六點 我要講的就是 我們再回頭來講 Prefrontal Cortex 我們說前額葉的皮質 那皮質我們說 也就是所謂的灰質 那這個地方 所謂的 Cortex 其實是很多的 Cell Body 比如說這些神經細胞的本體 還有樹凸 還有圖畜 其實都在灰質的部分 那 Prefrontal Cortex 就是前額葉的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是主導人的很多高等認知功能 比如說你的 Decision Making 你做決定 你的計畫 你的分析 像這種做決定 計畫 分析 等等的能力 都是在你的 Prefrontal Cortex 裡面進行 但是 現在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說 Prefrontal Cortex 沒有這麼快發展的好 那你們書本上也給了一個 參考年齡 它的發展真正的比較好呢 是到 差不多十八到二十五歲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的 Prefrontal Cortex 大部分的同學現在在這個教室裡面 可能都還沒有到二十五歲 其實是還在繼續不斷的發展的 那 你如果沒有發展的好 它就 然後你的那個 就是其實它的連結 就是說 其實跟那個 Limbic System 的連結 也還在因為 你的 Melination 等等的原因 都還在發育 所以它現在 這個前額葉 也還沒有一個很好的 能夠去 suppress Limbic System 太活躍的這個功能 所以青少年期 他在做決定的時候 容易 Risk Taking 上次我已經講過了 容易用衝動來做決定 因為他的計畫分析 等等的能力 靠 Prefrontal Cortex 去抑制你的 Limbic System 的能力 還沒有很好 那這件事其實也給我們一些 在應用上面的 去思考 比如說 青少年幾歲的時候可以開車 他會不會飆車 青少年幾歲的時候 可以開始喝酒 可以Legally 合法的喝酒 青少年幾歲的時候 做好的 Decision Making 可以開始投票 所以所謂的投票行為 喝酒的行為 或者是開車的行為 其實都跟青少年 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有關的 那現代當然因為政治原因 或者是因為一些方便的原因 大家會把這些不同的年齡層 都盡量的往下降 但是這些往下降 他們好像沒有去考慮真正的 生理發展 心理學家跟生理學家 對於青少年的生理發展 目前有的研究結果 如果他們有考慮這一點的話 可能他們會傾向把青少年 喝酒 開車 投票的時間 稍微提高一點點 讓他們做更好的 Decision Making 但是目前就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商業的原因 等等的原因 其實是讓這樣子的 Decision 是 就是說 法定年齡的限制 是其實並沒有非常符合 生理學家跟心理學家所看到的研究結果的 那下面第七點 我們要談的是一個東西叫做 Corpus Calusum 它叫做平直體 這個東西上個禮拜可能有提到 在你們書本上可以看得到這個圖 就是上個禮拜的大腦的 那個簡單的圖上面就有 它是左腦與右腦之間 有一個Corpus Calusum 這樣子一條 那它其實是充滿了軸圖 而且到青少年期的時候是明顯的增厚 那它的功用其實是 去聯絡左腦與右腦的訊息 所以你看看如果青少年的這個 這個平直體呢 很快地在增厚的狀態底下的話 那也是表示 他們的大腦運作能力會越來越 隨著年齡會越來越好 就是在青少年期可以看到它的發展 以上是我告訴大家 青少年的腦部發育的部分 以及它在腦部發育的一些特色 那下面我們 就要換到另外一個主題了 因為上次 我們講的都是Brain Development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的一個新主題呢 是Onset of Puberty 青春期是怎麼開始發育的 青春期為什麼會開始發育的 原因何在 那以及對青少年整體的 尤其是跟心理的發展的影響 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會講 兩個不同的走向 一個是從Physiological Approach 去看 一個會從Physiology 從生理學的角度去看 青春期的發展 另外一個 我們是會從環境的因素去看 尤其是去談青春期的個別差異 請大家翻到書本上 49 頁的圖 告訴你一些 在身體裡面重要的腺體 的位置 最上面在腦部的那個 兩個地方 一個叫做hypothalamus 就是下氏丘 然後第二個叫做 pituitary 是腦下垂體 然後到了脖子那邊是thyroid 另外一個是甲狀腺 然後在腎的上面 那個叫做adrenal gland 叫做腎上腺 然後再下來是男生的睪丸 testis 跟女生的卵巢 ovary 好 那麼大家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看看 腺體 內分泌系統 怎麼樣影響我們的青春期的發展 請大家翻到書本上的50頁 50 頁左邊的圖 我們簡單的把它叫做HPG 所謂的H就是hypothalamus P是 pituitary gland 是腦下垂體 然後G是gonauts 就是性腺 所謂的HPG的一個feedback loop 回饋系統 HPG feedback loop 我們先從hypothalamus 看起 從下氏丘 它會分泌一種東西 叫做GnRH 所謂的GnRH 那個G是 Gonadotropin 其實我不抄好了 在你們書本上可以看得到 Gonadotropin 是在 比如說你在書本上的這一頁的第二段 倒數第二行 有個協體字 然後有它的協體的這個 簡體 稱GnRH 叫做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它的意思就是促性腺激素 它不是性腺激素 是促進 是Releasing Hormone 它其實是促性腺激素 那促性腺激素呢 事實上 就是黃體素 以及濾泡激素的促進 促進黃體素跟濾泡激素 能夠分泌的促激素 所以它不是黃體素本身 它是促性腺激素 它由下氏丘分泌 下氏丘分泌出來之後呢 它會連到腦下垂體去 這些促性腺激素 到了腦下垂體以後 就是去分泌LH 黃體素 以及FSH 濾泡刺激素 那這個你們也可以在書本上找到 是在同一段的第二行 Follicle 是濾泡的意思對不對 Stimulation 是刺激嘛 所以濾泡刺激荷爾蒙 以及 Luteinizing Hormone 那個Lutein 是黃色的意思 就黃體素 所以就是 FSH 跟 LH 是由腦下垂體分泌的 那腦下垂體分泌的這些呢 又會去刺激你的性腺 就是鎬丸跟 鸾巢 然後就會分泌 Androgen 是雄性荷爾蒙 Estrogen 是雌性荷爾蒙 那這些 Androgen 跟 Estrogen 雄性跟雌性荷爾蒙 就會促進你的第一性腎 跟第二性腎的發展 好 這是一路下來的 可是它會有一個回饋系統 意思就是說你的 Androgen 跟 Estrogen 在血液裡面的濃度 它會回饋到夏氏丘 夏氏丘是一個充滿了微血管的地方 它的微血管分泌非常非常的細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夏氏丘很容易可以去 sense 到血液裡面的 各式各樣的荷爾蒙的濃度 所以當這個荷爾蒙的濃度呢 回歸到了夏氏丘裡面去之後 它就會去決定說 它是不是要繼續分泌更多的 GnRH 去刺激腦下垂體 去刺激性腺 然後讓你分泌更多的 Estrogen 跟 Androgen 或者是說你的雌性荷爾蒙 跟雄性荷爾蒙已經分泌的夠多了 它就會回饋去抑制 夏氏丘繼續分泌 GnRH 所以它這是一個回饋系統 而且我們會稱它為一個負回饋系統 怎麼說呢 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件事 我又要提到 Set Point 所謂的設定點 所謂設定點的意思是說 隨著發育 我們在人的不同的發展階段 對於這個 GnRH 以及對於這個 Androgen Estrogen 的濃度 是有一定的 Set Point 有一個設定點的 隨著你的發展 其實你這個設定點 會到比較高的程度 所以當這個設定點 夏氏丘的這個設定點 就是對於這些 跟信線有關的這些次激素 以及這些 這些信線激素 它的設定點不同的時候 就是在夏氏丘在不同的年齡層 它會有不同的設定點 在這不同的設定點底下 它就會呈現一個所謂的 Negative Feedback System 請你看到 50 頁的第三段的第一行 什麼叫做付回饋系統 我們先從設定點再舉個比例來講 比如說 你們家裡都有冷氣機對不對 現在冷氣機都是智慧型冷氣機對不對 那智慧型冷氣機大致上 你可以想像的作用方式 是比如說 你今天把你的冷氣機定在 26 度 好 我們希望快樂一點 冷一點 我們定在 26 度 所以呢 這個冷氣機裡面就有一個溫度計的 Sensor 當這個冷氣機高於 26 度的時候 它的馬達就開始運作 對不對 可是如果說這個溫度計 Sense 到現在外界冷氣機附近的溫度 是低於 26 度的 它就 Shut Down 它的馬達 就不運作了 所以事實上這個溫度 外界的溫度 回歸到這個冷氣機裡面的溫度計 就是一個回饋系統 當你溫度太高的時候 它的馬達就啟動 溫度太低的時候 馬達就 Shut Down 好 那你如果有了這個概念的話 你就可以說 26 度是你冷氣機的 Set Point 那我們的人體的發展 在不同的年齡層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你的 Set Point 也會改變在不同的 這個 Level 上面 好 所以在青少年期的時候 你的 Estrogen 跟 Androgen 的 Set Point 的濃度 會上升到一個程度 好 那可是你在兒童期 身體裡面其實仍然是有 Androgen 跟 Estrogen 的 只是它的 Set Point 很低 好 所以它的 Set Point 很低 所以 GnRH 就不會分泌太多 因為 Set Point 很低 所以你身體裡面的那個 那個 不會 Feedback System 不會去啟動它 因為它的那個溫度已經到了 所以它那個啟動的馬達 馬達不會啟動 GnRH 不會分泌太多 好 這次我要告訴你的第一點 就是青少年期 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荷爾蒙 所有的 Releasing Factor 所有的什麼濾泡次激素 所有的 Androgen 、 Estrogen 都是你的身體裡 在兒童期就已經有的 只是它的平衡點不一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男生跟女生都有磁激素 都有雄性激素 每個人都有 只是女生身上的雄性激素比較少 男生身上的雄性激素比較多 那有更 複雜的化學機制 我們不在這裡討論 所以就是告訴你說 青少年期不是突然開始 女生有雄性激素開始出現 不是的 是它一直都有 而且它也有雄性激素 好 那麼 所以這邊的意思呢 我們回來講 Negative Feedback System 就是到了青少年期 你的夏氏秋的 Set Point 不同了 所以當你回歸回來的雌性激素 跟雄性激素 會讓夏氏秋覺得 喔 還沒有到達那個 Set Point 所以它就繼續分泌 GnRH 繼續分泌 GnRH 直到最下面一層的性線 所分泌的雄性激素 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 是夠多了之後 它才會 Shut Down 那為什麼我們叫負回饋系統 就是因為 當你的 Estrogen 跟 Androgen 很高的時候 GnRH 是 Shut Down 的 就變少的 就是它就不分泌的 以及 GnRH 就是增多的時候呢 分泌夠多了之後 它的回饋是讓你 Shut Down 所以 Estrogen 越多 GnRH 越可能停止 減少分泌 在這個狀況底下 所以我們叫它一個負回饋系統 這是負回饋的意思 那我們有了這兩個概念之後呢 第三個概念呢 我們要講一下 Menarche 請翻到書本上 的五十頁的最下面 倒數第三行 有一個黑體字 叫做 GnRH A-R-C-H-E 它其實是升旗的 這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GnRH 是信憲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信憲開始 強力作用 就到達青春體 所以又有兩個字在 五十一頁的第二段 Menarche 那個 M-E-N 是 Menstrual Cycle 的 M-E-N 所以 Menarche 不要看它是 M-E-N 覺得是男生 它其實講的是 是女生的月經開始 是 Menstrual Cycle 開始的意思 然後下面一個字叫 Sperm Narche 這個 Sperm 當然就是精子的意思 所以 Sperm Narche 才是指 男生開始性成熟的意思 那個 Menstrual 那個 Menarche 是女生 生開始性成熟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到了你的青春期的年紀之後 因為你的 Set Point 夏世秋的 Set Point 不同了 對於雌性荷爾蒙 跟雄性荷爾蒙的忍受度越高了 它的門檻越高了 所以你必須要 分泌更多的 GnRH 然後去影響鳥下垂體 繼而影響性腺 讓你分泌更多的窮性激素 雌性激素 你才能夠發展出第一性徵跟第二性徵 那也就是你的月經周期 開始有精子產生等等的時間點 好 那這是所謂的 HPG 的系統 那另外還有一個系統 叫做 HPA 這個 H 是一樣的 是 Hypothalamus 是下世秋 這個 P 也是 Pituitary Gland 是指的是 腦下垂體 可是那個 A 的意思是 Adrenal Gland 指的是腎上腺 那這個 Adrenal Gland 事實上也對我們青春期的成長非常有關 它也許不完全是性成熟的部分 但是還有很多的是 你的體格的部分是跟 Adrenal Gland 有關的 好 那我們先看 這個腎上腺呢 它會分泌一種東西叫做 Adrenal Androgen 叫做腎上腺的雄性激素 Adrenal Androgen 可是事實上這個腎上腺的雄性素 它這邊這樣子講 它其實有好幾十種 它有不同的 Adrenal Gland 所分泌的東西 那你們書本上比如說 它在 50 頁的倒數第二段 它舉了一個例子叫做 DHEA 那只是其中的一種腎上腺素 就是雄性素而已 它有非常非常多種 那這些東西的分泌是跟成長 非常的有關係 那我們來一個一個談這個 HBPG 的作用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其實是 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生長激素 那生長激素是由腦下垂體所分泌的 那這些腦下垂體分泌的生長激素呢 很特別的是它通常是在半夜 睡著很熟的時候分泌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有一些孩子 如果有間歇性的睡眠的問題的話 它其實因為沒有到熟睡 時間不夠長 所以它就發育得比較不好 長不高 那想要發育得好 長得高 孩子睡覺的時間要足夠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是 Growth Hormone 第一點 它在晚上分泌 而且是由腦下垂體來分泌 那它主要的功用其實就是骨骼發育 骨架的發育等等 而且它會跟甲狀腺 Thyroid 就是我們剛剛在圖上面看到的 甲狀腺 它跟甲狀腺一起作用 也會跟成長會有關 那我想 甲狀腺跟成長有關 大家應該高中的生物應該也都有學過 這是關於 Growth Hormone 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給大家認識的另外一個字呢 跟那個 Gonorarchy 是相對的 叫做 Adrenarchy 在五十頁的倒數第二段 Adrenarchy 也是在講 到了青少年期的時候 那它會 就是那個 Adrenal Gland 就是 HPG 的那個 那個 Hypothalamus 對 Adrenal Gland 所分泌的 Androgen 的 濃度的 Set Point 會改變 會不一樣 那因為它的濃度改變不一樣 所以它就 大量的分泌一些因子 會讓 Pituritic Gland 然後讓 Adrenal Gland 發育 就是分泌出更多的腎上腺雄性素 而幫助你成長 那這個 Adrenal Archae 呢 它也是一個跟 Manarchy 跟 Spermarche 一樣的意思 只是它不是在 幫助第一性徵跟第二性徵的發展 它比較主要是身體的發育 好 那這些身體的發育呢 通常 Adrenal Archae 的特色是 它比 Menarche 跟 Spermarche 要更早出現 就是你看看小學到了 四五六年級的時候 孩子們就是已經 很快的長得很高 很快的體格開始發育 其實是跟它的 Adrenal Gland 有關 那雖然它的 性腺可能還沒有完全成熟 女生月經可能還沒來 但是你就已經開始看到 它在長高等等 那就是 Adrenal Archae 它的 起始的時間點 是比 Gonarche 要早的 好 這是第二點我要講的 那第三點呢 我們稍微介紹一個地方 叫做 Adrenal Cortex 好 那我們在腎的附近 不但有腎上腺 而且有腎上腺的皮質 腎上腺皮質也是一個腺體 它所分泌出來的東西呢 叫做 Cortex 好 腎上腺皮質素 那我們在這邊講 腎上腺皮質醇 好像就是講一種 其實也是好多好多種不同的 腎上腺皮質醇 好 那 不在我們這邊多講 那這個腎上腺皮質 以及它所分泌的 腎上腺皮質醇 其實也跟我們的發育 非常的有關 好 所以 Peterically Glands 是我們要講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 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叫做 Adrenal Key 講的它的那個 整個發育的時間是比 這個 HPG 的 這個 Set Point 的改變的時間 要更早 在人的發展其中是更早 那第三個 就是順便介紹 Adrenal Cortex 那它也是跟 人的發育 身體的發育 是非常有關的 好 以上告訴大家的 就是在青春期的發育上面 跟 內分泌系統 有關的原因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要談的是 Heredity 第一個叫 Endocrine system 就是內分泌系統 那內分泌系統完了之後呢 我們第二個要講的是 B Heredity 你可以想像得到青春期的發育 當然是跟你的遺傳有關 好 那跟你的遺傳有關的意思 也就是說 雖然現在青春期越來越早 比如說 以前的女性是十五六歲 才有性的發育成熟 才有月經 那後來變成十二三歲 可是現在大部分女生都是在小學的時候 就開始有月經了 可是如果說你的月經是在四年期以前 比如說三年級的話 可能父母就應該帶你去看醫生 因為太早發育其實對你 其實是不利的 好 那這個 Heredity 就是會讓我們想說 那 會不會有一天 慢慢慢慢慢慢 青春期越來越早 會不會到 國小一年級 到幼稚園 會不會早到這種程度呢 那如果那樣子的話 可能就真的是 病態了 那我們也覺得 可能應該不會到這個程度 為什麼 因為演化給人類有一個生理時鐘 那這個演化的生理時鐘 應該是不會 無限延長到無限早 應該是不會這樣的 那可是Heredity要研究的還有一部分 就是個別差異 那過去的研究比較沒有這種 所謂molecular genetic study 的話 沒有這種分子生物的研究的手段之前 當我們在想要知道 青春期的發育 到底他的個別差異 是不是跟遺傳有關的時候 我們通常用同卵雙生 異卵雙生子的比較來做 因為異卵雙生的孩子 他們身上的GIN 的相似度 跟同卵雙生的GIN的相似度 的這個比例是有差的嘛 那這個我想大家有基本的遺傳學常識都知道 那異卵雙生 他當然就是他的基因 只有一半是一樣的 那同卵雙生的卻是 應該是supposedly 幾乎完全一樣 除非他有其他的 這個mutation 的情形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來比較 發現說 同卵雙生的女生 他們兩個人 的月經開始的時間點 的時間差異 的確是顯著的小於 一卵雙生的女生的姐妹 他們的這個月經開始的時間點的差異 所以過去在還沒有 這個分子生物學的技術之前 我們就可以從同卵 跟異卵的比較裡面 發現到這件事情 可能是跟基因遺傳有關 那現在當然有更多的 這樣子的研究去 spot 說到底是 哪一個基因在決定 這個青春期的發育 什麼時候會出現 好 這是 第二個是heredity 那第三個呢 你們書本上是分開來講的 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合起來講的 一個是體重 一個是 脂肪量 然後另外一個是叫做leptin 叫做受體素 好 過去的研究 比較早的研究呢 都發現一件事情 他的觀察是正確的 就是 胖女生的月經來得比較早 瘦女生月經來得比較晚 甚至是那些有厭食症的女生 非常非常瘦 或者是體操選手 非常非常的skinny 非常非常的矮小跟瘦小 然後就是 很多很多的運動量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那種女孩子 他月經一直不來 好 這是從體重上面看 後來大家就從這個BMI 從這個代謝指數上面來看 從他的脂肪量來看 那也發現說 脂肪量高的女生 他比較早開始有月經 好 那這些研究呢 都 都去談論這樣子的現象 可是真正發現的 可能一個原因呢 就是跟leptin 有關 leptin 是一種荷爾蒙 我們 有的時候俗稱它叫 減肥荷爾蒙 有人俗稱它叫 瘦體素 就是瘦就是胖瘦的瘦 叫做瘦體素 那有人就覺得說 瘦體素 其實是可以initiate puberty 就是瘦體素的分泌 瘦體素的量 其實是跟青春期有關的 那這件事情 我們其實可以從演化上面來看 就是瘦體素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當你的身體裡面的脂肪 足夠多的時候 這個脂肪細胞呢 就會開始分泌瘦體素 那脂肪量足夠 脂肪細胞開始分泌的這個瘦體素呢 它其實是可以減少 就是瘦體素有個功能 就是減少進食 沒有瘦體素 如果瘦體素太低的人 他有一個衝動 就是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然後會得肥胖症 就是如果說你有這個 所謂leptin deficiency 的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是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而脂肪足夠多的時候呢 你就會開始分泌瘦體素 然後分泌瘦體素之後 就會減少進食 你就是那個 這個進食的慾望會降低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去想 就一個女生 當她需要懷孕之前 她是需要足夠多的脂肪 養在身體裡面的 去support那個baby 好 那如果說這個女生 有足夠的脂肪量 去support這個baby的時候 然後身體就 分泌了瘦體素 然後減少了你的 這個飲食的這個 口腹之慾 然後其實一方面是 維持你的身材 但是問題是 她分泌這個東西之後 也會引發 這個身體告訴 這個女孩子自己 就是說 她其實是有足夠的脂肪了 她是可以孕育小baby了 所以她的月經也會開始出現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脂肪細胞有足夠的脂肪 分泌leptin 然後作用 也是其實從腦中的下十秋開始 然後產生飽足感 減少食量 而同時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initiate 她的 性腺的分泌 雖然是我講了這一套 你們應該聽懂了吧 對不對 她這個是聽懂了 可是我不曉得 為什麼你們的書本上 你看五十一頁 五十一頁有一段 在講leptin 跟 kispeptin 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在第二段 一二三四 第四行她開始 她說leptin deficiency inhibits food intake and reduce body fat 我左看右看看不懂 所以我又去查了網路 還是左看右看看不懂 所以這一段 你們在書本上講leptin的 請你稍微先 ignore 她也許有更複雜的機支 我不知道 但是我 基本上我個人還是覺得 書本上寫錯了 因為我在網路上查到的所有訊息 都是告訴我說leptin 事實上inhibit food intake 是當leptin 很多的時候 然後她的脂肪細胞夠多 然後才會有受體素 不然這受體素的名字哪裡來的 減肥荷爾蒙的名字哪裡來的 你甚至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在台灣也有賣 受體素的 這個公司 因為大家都喜歡減肥嘛 所以這件事情是有點 有點讓人覺得懷疑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自己講的是 是有點道理的 所以請大家還是用 我上課的講法 來去了解這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還有很好玩的地方是 請你看到那一段的下面 他在講birth weight 他在講birth weight 就是告訴你說 如果說你的出生的時候 體重的狀況 其實就會影響 你未來的青春期的發育 的狀況 請你們自己回去要讀一下 那我就不在這邊再花時間講了 好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 其他的 外在的荷爾蒙 那就是 不是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應該是說也是chemicals 還有一些其他的chemicals 也會影響到 你的青春期的來 來的時間 那這當然就是大家都知道 現在所有的食物都有很多的生長激素 然後你都有很多的環境荷爾蒙 塑化劑 什麼大家都看到很多的新聞 那這個部分我們不做詳細的介紹 可是讓大家知道說 除了我們自己身體裡面 分泌的荷爾蒙之外 那還有一些外在的環境荷爾蒙 外在的環境裡面的化學物質 也會影響到你的puberty 這個來onset的時間 以上所講的 都是跟生理有關的 去影響 puberty 的 那下面我們要講的是關於環境 環境怎麼樣影響我們的 puberty period 什麼時候開始 我會講 三樣事情 第一件事是跟貧窮有關的 第二件事 我們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 去談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角度 是從社會風氣來談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從貧窮 來談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事實上在美國 看得非常清楚 貧窮帶來什麼呢 我們從美國的 就是這樣子講 當然是有一點這個 種族 不是種族歧視 那我們再講一個現象上 就很多美國的黑人青少年 那他們也許在體型上面有一些特性 但是主要的問題其實是 我們看到的是低射精地位 那在低射精地位的狀況之下呢 因為經濟狀況差 那通常他的養育者呢 知識水準不足 所以他對營養的概念 一方面也沒有這麼常獲得 而且就算 他 可以獲得營養的概念呢 也因為他工作忙碌 可能沒有注意這些概念 他只要餵飽他的孩子就好了 所以在低射精地位的家庭 我們會發現在美國有個現象 就是他們容易攝取 廉價的高熱量高油脂的食物 那這些廉價的高熱量高油脂的食物 而不是什麼地中海型的 什麼什麼 又好吃又顏色鮮豔的食物 可能都是薯條什麼之類的等等 是讓這些孩子 高體重 高體脂肪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體重跟體脂肪跟月經來潮的時間 是有關聯的 過去的Observation 已經發現高體重跟高體脂肪的人 月經來潮比較早 青春期比較早發育 但是我們現在也有Leptin做例子 告訴你說 他的確就是會有一些生理機制 讓你青春期早發 青春期早發是讓第一性徵 第二性徵都比較早開始 那你生理成熟了 但是你的認知 以及社會情緒發展是不成熟的 可是你生理成熟的女孩子 他可能就比較容易去吸引 異性的注意 然後他可能有更多的男生追 他可能更容易去交往 年齡比他大的同儕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他就更有可能 更早接觸這些性行為 然後更 可是因為更早接觸 他也 就算現在大家都有 避孕的概念等等的 可是這些孩子因為年紀太小了 他可能還不懂這些 所以還有更多的可能性是未婚生子 他可能比較早載學 因為生了孩子 然後他變成低收入戶 那因為他是低收入戶 他又要趕快出去工作才能養這個孩子 所以他又沒有營養概念 又希望靠著 廉價的食物把孩子餵大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就變成 惡性循環 就是你一方面在社會階層裡面出不來 孩子還是沒有辦法受教育 於另外一方面你的孩子有一個一個一個來 好 那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況 那造成我們的 就是 變成說 食物 低社經地位 跟你的青春期來潮 以及跟你的整個人生的發展狀況 會有關係 那請你翻到54頁 我們順便看一個概念 叫做precautious puberty 在54頁的上面有頭的第二段 有一個黑體字 precautious 就是早熟的意思 那precautious puberty 的意思 就是說你的puberty 的 onset 開始 青春期開始的時間點 很早 而且非常快的發育發展 那precautious puberty 是 他的定義是女生早於8歲 男生早於9歲 那這當然是非常非常早 那他的第二性徵 第一性徵發育得很早 其實這些人也有一些 disadvantage 因為早發育他可能來不及生長版 就很早就 就密合了 所以他也長不高 身體的整個的外型 也不是那麼 在現代社會來說 也不是那麼受人歡迎 等等 所以他就是precautious puberty 當然就會有很多的其他的狀況 比如說他很早就懷孕 很早就 就是有一些 age and appropriate behavior 就是跟他的年齡不配合的行為 就是他整個還沒有 還沒有好好的享受童年 就蹬大廊這樣子 所以其實是對這些孩子的 身體發展 心理發展 社會發展 都是很不利的 好 剛剛我們解釋了什麼叫做 precautious puberty 我們解釋了什麼叫做 青春期的早熟 好 那這個部分就告一段落 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去問青春期的開始 以及發展 他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在環境因素裡面 第一個我們要談的就是 他如果他的家庭背景 的弱勢 對這個孩子可能造成的影響 尤其是經濟上的 以及知識上的 下面一個我們要講的是 跟演化心理學有關的部分 好 那意思就是說 什麼時候你會開始想要生育 我們舉個植物的例子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好多年前 也沒有很多年啦 就有一年 颱風一直來 颱風一直來 後來大家就發現 颱風把櫻花的葉子 很快都吹凸了 所以 十月的時候 你們大概都應該知道 櫻花開春天嘛 春天櫻花會開 但是那年十月 台灣各地很多的櫻花都開了 好 那我們就會問說 十月為什麼櫻花會開 而且是颱風把葉子吹走以後會開 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上講 就是從演化上來講 就是當一個生物 已經快要垂死的時候 那他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趕快生孩子 把基因能夠儲存下去 好 所以 因為櫻花葉子都吹走了 他已經沒有辦法survive 因為他需要實行光合作用 然後要長大 要營養 都沒有的時候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 反而是開花 讓他能夠把他的精英傳承下去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因為過去有很多的 大樣本的 長期的survey 在很多國家 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他長期有這種 社會普查 那他們很有趣的 就是在社會普查裡面做了一件事 除了問家庭背景之外 也會問女生 就是這個家庭的女生 月經來潮的時間 那他們用大數據 發生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比如說這個研究是在澳洲做的 那他發現說 如果這個家庭裡面 比如說孩子是領養的 然後父母 比如說有父親不在 或者是他的Social economic status 他的社會地位特別低 意思也就是說 也許教育程度比較低 經濟狀況比較不好 或者是有家庭的衝突 或者是有 domestic violence 有家庭的家暴 種種這樣比較在家庭上面 比較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他們總體的發現 女孩子的月經來潮的時間 比一般家庭 沒有這些問題的家庭的 女孩子月經來潮時間 稍微早一些 那是由統計上的顯著性 那系理學家是從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來解釋這件事情 就是說當你成長在一個 比較顛簸的社會的 環境底下的時候 你的成長 你的青春期比較早來 其實是比較扰燥 讓你能夠傳承下一代 那這是好像就是 built in 在我們的人類 或是任何的生物的身體裡面 就是讓基金傳承的一個特色 那這是另外一個 跟現在發現 可能跟 puberty 什麼時候開始有關的一個理論 那環境因素的第三個理論 是關於社會風潮 那關於社會風潮呢 我們要特別談一個概念 就是 為什麼青春期 不會來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太瘦 那請大家看到書本上的 466頁 466頁呢 我要介紹三個名詞 第一個在466頁的 其實都在這邊 466頁那個最大的標題 第一個標題叫做 anorexia nervosa anorexia 這個字 在拉丁文裡面 就是loss of appetite 沒有食慾的意思 anorexia nervosa 就是 nervous anorexia 只是講說你沒有食慾 可是加上 nervosa 就變成一種病 就是一種沒有食慾的病症 那我們就叫它厭食症 第二個 你們看叫做 bulimia nervosa nervosa 也是 nervous 也是一種 算是一種病症 那 bulimia 的拉丁文的字 事實上是跟 非常飢餓 超級飢餓 或者甚至有飢荒的那個意思 bulimia 這是非常非常飢餓的意思 其實 它衍生出來的中文翻譯 它其實就是跟線下完全符合 叫做暴食症 暴飲暴食的暴食 就是它非常非常餓 然後一直吃 這樣叫暴食症 可是暴食症吃很多 並不是這個暴食症 正 bulimia nervosa 的特色 它是意思是說 這個人他不但暴食 不但吃很多 而且呢 他吃完以後會用各種方法 讓那些營養 不要進入他的身體 免得變胖 所以他會比如說 自己吹吐 自己吹蟹 去吃蟹藥 或者他會不停地運動 因為充滿了罪惡感 覺得我怎麼吃下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 這麼多 卡羅里 我一定要想辦法消耗掉 消耗掉 所以他故意 就是非常積極地運動 非常積極地吹吐 吹蟹 到一個像有病態的狀態 所以這個叫 bulimia nervosa 然後第三個呢 叫做 binge eating 那這個 binge 的意思 它其實是 短時間又大量的 Binge eating 是短時又大量的 那短時又大量的做什麼呢 吃 所以 binge eating 跟暴食症的特色 不一樣的就是 Binge eating 本身 他是不會催吐 不會催泄 不會想要有這些暴食完的以後的 補償行為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些人是 binge eating 那這些人的特色 尤其是厭食症跟暴食症的人 他們因為一直就是想辦法 讓自己保持得很瘦 所以常常會 他們會有原發性 或是次發性的沒有月經 就是月經從來沒有來過 我們說是原發性 次發性就是說 因為他開始有這種症狀 所以月經以前雖然來了 後來又不來了 那這些人裡面呢 其實最有名的這個厭食症患者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你們 你們這些年輕孩子 你們知不知道木匠兄妹 知道啊 知道 那你有老靈魂 木匠兄妹是我長大的 那個時代的 Billboard 排行榜裡面 這個持續不墜的人物 那他們有非常多好聽的歌 你們去查嘛 The Carpenters 那去查網路都可以查到很多 他們有名的歌 我想你們小時候可能都聽過 那這個 Carpenters 的這個妹妹 他其實就是得了厭食症過世的 那你可以去看他早期的照片 早期的影片 到後來他演唱的影片 什麼後來 就是他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那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得了這個 Anorexia nervosa 的病症 那這些人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他 malnutrition 就是沒有營養 因為他一直的吐 所以後來很多人這種 這種厭食症的人需要住院 因為他已經就是 瘦到不能再瘦 他需要住院 而且他有非常低的 自信跟自尊 這是他的特色 而且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就是他 對於他的 body image 他的身體的形象 自己的 body image self body image 是扭曲的 怎麼說 你如果給他不同的身形的圖片 那種 schematic 就是卡通圖片 不是他自己本人 但是是那種不同身形的卡通圖片 要他去選 說你覺得這裡面一系列 從胖到瘦蟲 受到胖的這一系列的 這個 那個接續性的這個圖片裡面 請你選擇 跟你自己的 body 現在的狀況 最像的那一張請你選出來 你會發現他們都會選那個胖胖的 他們還在嫌自己太胖 他們整個的 body image 是扭曲的 而且你帶他去買衣服 他會選那個胖女生的衣服 胖胖的人的衣服 那過去這個現象呢 其實在女生的發生率比男生高很多 可是隨著時代的演進 越來越多的男生發病 你如果去看1960年代的 所有的雜誌上面 或者是就是電視上面的廣告的男性 他的特色 那個男生的廣告模特兒 都是非常 macho 的 非常健壯的 可是你如果到2010年以後 去看這種歐洲什麼米蘭的 什麼男性模特兒 都是受到不行的男生 就是整個的那個時代的潮流 都是變成這樣 所以在2015年 法國的國會 投票通過一個案例 就是說 你如果是 就是說他把他定義那個 BMI 一定是多少 就是 BMI 是身體質量的那個比率 對不對 他就是定義說 所有的模特兒要上那個臺 然後去就是當 model 去展示的時候 要確定他們的 BMI 要超過一定的值 如果 BMI 太低 太瘦 像紙片人一樣不准上臺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整個社會風氣 把人帶到一個地步 讓這個人的身形變得病態的瘦 然後影響了社會風潮 那其實臺灣也有這個現象 你們現在已經看不到在 電視上面做那個瘦身廣告的 廣告了 已經不准在電視上面有瘦身廣告了 可是曾經有一段時間 臺灣在電視上 充滿了瘦身廣告 各式各大品牌的瘦身廣告 在電視上面不斷地出現 那我們發現也的確影響了 臺灣的年輕女生 那為了減肥 不惜 就是 不只是那個女性身體物化的考量 而且就是健康問題也出現問題 所以曾經有這樣子的 國外跟國內的 這個社會的政策都有所改變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玩過 Barbie 娃娃 玩過的請舉手 男生也可以舉手 很多人都玩過嘛 Barbie 娃娃的那個身形 其實是非常非常病態的 你去想像她的那個身體 如果世界上有這樣子的一個女生的話 她應該是沒有辦法 直立的 站立的 然後她應該是沒有辦法 吃東西 沒有辦法消化的 可是這樣一個東西 到現在其實還是很風行 那其實就是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那還有一個例子 是一個可能大家都可能在電視上 會認得的一個 女性的演員 叫做 Janet 謝怡芬 因為她有很好的學歷 然後長得高高瘦瘦 很漂亮 所以大家都認識她 那我特別有一次 我把她的那個 一個她在電 就是在 新聞上面的字擺 我有特別把她留下來 她因為自己是長春藤名校 畢業的女生 然後她自己說 她說 食物 是乖女孩的毒品 她自己講了這樣一句話 食物是乖女孩的毒品 因為她也曾經在成長的過程中 自己是長春藤名校 然後要顧及好的功課 好的身形 而不斷地要求自我要求完美 所以就是會造成她後來 就是有Eating Disorder 的現象 所以我剛剛介紹三種 其實我們都 in general 簡稱她為Eating Disorder 過去是女生這種情形比較多 而且她沒有射精地位的差異 甚至是高射精地位的女孩子 功課很好 然後家庭狀況非常好 然後給自己非常大的壓力的女孩子 那她反而可能會得這種病症 那我們差出來講了 我們整體的就是 從介紹驗食症 暴食症 跟所謂的 Bench Eating Disorder 來告訴大家說 這種人他可能是有 月經的onset的問題 這個月經onset的問題 如果再追溯回去的話 其實是跟社會潮流 整個社會風氣有關 我們舉了 歐洲的 法國的國會對於模特兒的展示 然後台灣曾經有的 各式各樣的 各個公司的瘦身公司的廣告 來告訴大家 這樣子的狀況 那他們的effect 驗食症 暴食症等等的effect 除了月經 就是月經消失之外 還有他們對於body image 的改變 然後扭曲 以及就是他們的營養狀況不佳等等 而且像那個bulimia 的人 他因為不斷地催吐 他不斷催吐 有時候他在外面 他不一定每次都刷牙什麼的 那些胃液 其實是 胃液其實是酸度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會發現說 他還有一個side effect 是他們的牙齒 很快的都鑄掉 就因為他不斷地 就是每天都在催吐嘛 所以那個牙齒受到那個 那個非常非常高酸性的胃液 其實也會受損 所以有非常多的壞處 那我們以上介紹了三種 關於月經 或者是青春期 跟社會環境有關的壹詢 那下面我最後要講的呢 請大家翻到五十六頁 因為我們今天一直在講的都是 puberty 來得早來得晚 那好 我們就承認 puberty 有人來得早 有人來得晚 好了 那最後我要做的壹件事呢 就是請大家看看 五十六頁的最下面 我們來看看 puberty 來得早與來得晚 到底對一個孩子的發展 對青少年的心理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有所謂的 early maturation 跟late maturation 的差別 我先請男生好了 你覺得男生早點發育 就是發育比較早的男生 比較 在發展上比較有優勢 就是他的心理健康比較有優勢 還是比較晚發育的男生 比較有優勢 那女生也可以舉手好了 我們大家來舉手看看 你覺得晚發育的男生 比較有優勢的請舉手 七個人 你覺得早發育的男生 比較有優勢的請舉手 顯然多於七個 請放下 我們先說早發育的男生有什麼優勢 有沒有人願意講一下 身高比同學高 這是一個優勢 還有呢 認知思考 比較早 比較不會那麼幼稚 你們都在講認知了 我比較想要回到他的體型 對他的影響 怎麼沒有男生發言 不是在講男生嗎 這兩個都要 都要 來 你先說 勞動力 比較早有勞動力 可是 勞動力是對別人 對 對別人的能力 那對他自己 對他自己的心理健康 心理適應有沒有什麼 有什麼好的地方 或是壞的地方 應該是好的地方嘛 對不對 好 想想看有什麼 來 你說 個體上他會比較有競爭 因為他有體型 還有他的力量 會比其他童年年的男性還得強 然後他也比其他 就是童年年的男性 可以更早去繁殖 他可能會有更好 去爭取到配偶的機會 更早繁殖 但我也想講一下確限 也想說你會比別人更早 幾乎消耗更多能量 消耗更多資源的狀態 對群體來講 或許是有福利的狀態 你講的都是演化上 過去我們祖先的狀況嘛 對不對 好 也是啦 有道理 那會不會去想起來沒有 你想想看你小學的時候 那個很高很壯的男生 在你們班上的地位是怎麼樣的 早點發育比較不會被霸凌 你們有沒有人想到體育課啊 有沒有覺得那個早發育的男生 都是體育課裡面的領導者 他玩躲避球那個雜人都比較痛 有沒有 有這樣覺得嗎 好 就是早發育的男生有他的好處 而且他因為他高高大大的 很容易就在單上當領導者 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說 他可能就是有一種自滿跟自信 好 那剛剛有不少人 也說晚發育的男生比較好 七個也不少了 請問晚發育的男生有什麼優勢 晚發育的人最後長得比較高 有這樣覺得嗎 好 有人沒有 但是也許對自己身上有 還有沒有什麼 心理健康上面 晚發育的人可以 接受到比較多的關愛跟照顧 也不錯喔 好 有一個美國的Longitudinal Study 真的非常非常長 而且他在美國的影響非常大 叫這個研究 很多很多年前做的 叫Berkeley Longitudinal Study 在博客來做的 那他的研究結果是發現 早發育的男生 的確他比較有領導力 然後在早期的時候就很有自信 可是他因為是一個Longitudinal的研究 所以他一直追蹤到這個受試者 到三四十歲這樣子 那他發現說 這些晚發育的男生到了三十歲以後 他們其實是比較滿足 就是對自己人生的滿足是比較多的 那他的懷疑是說 因為這些男孩子比較晚發育 所以他比較不那麼快被人家定型 因為他不那麼快被人家定型 他有比較多的時間去explore 去追尋他自己的人生目標在哪裡 他的意義 就是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在他這個追尋的過程中 不會被定位 然後更能夠很自在的 去發現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到了三十歲以後 他其實是比較快樂的 比較滿足的 所以就是早發育跟晚發育的男生 好像看起來各有好處 那早發育的女生呢 有沒有人覺得 女生早點發育比較好 一隻手都沒有 是不是 那覺得女生晚發育比較好的請舉手 喔 好 這麼多手 那請問一下為什麼晚發育比較好 生理期比較晚 晚來比較方便 還有呢 是啊 還有呢 他覺得就是第二性徵太早發育 他覺得他自己格格不入 可是同時他可能會朝風飲碟 引來一些 就是外在別人的那個專注的眼光 那國外的研究的確發現 就是早發育的女生呢 他也許在班上長得很高 但是他最終後來同學會的時候 可能是全班最矮的 就是女生比較早 就是他的那個生長板就停滯了 所以他 到最後就是後期 其實他的那個 曲線 其實在就是跟現在目前的社會風潮 是比較不接近的 那當然我們不能說 這就是 這是一個 特定社會裡面的價值觀 但是主要的就是說 因為他如果他比較早 成熟 就是在生理上成熟 可是心理上沒有 成熟的話 其實會造成他 比如說他胖 那可能就會 可能會有 Agnorexia Nervosa 的現象會出現 或是說他的性行為比較早 什麼等等 或是影響學業 影響將來的 未來人生的整個的路途 都有可能 所以在男生來說 早發跟晚發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好處 壞處 那各有利弊 可是對女生來說 好像都是覺得晚發育是比較好的 我們先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說 男生女生 女生原來就比男生早發育 對不對 好 那所以 其實他會找到 比他年齡更大的男生去喜歡他 因為他已經發育了 然後他看其他小男生 都還是這樣矮矮的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記得 你們小學的時候 看那些同學都一個一個這樣子 然後到高中突然都是這樣 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然後 好 那所以這樣的話 他其實就是找 就是 他如果是早發育的話 他就很快就找到 比他年紀大的男生 或是跟他同齡的男生 可能他就比較早進入 那個生活圈 兩性的生活圈 那 女生的話 他如果說 因為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先講男生為什麼演化上 他可能比較晚 這是演化上都是猜測嘛 對不對 那我的猜測就是 我可能以前看一些東西的猜測 就是說男生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力量 然後他可能要面對的這個外界的狀況 可能更 更需要 身體的力量 或是他的tension 什麼的發展 所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 練習 怎麼打獵啊 什麼什麼等等的練習 然後讓他晚一點發育 其實讓他有時間 把他 面對外界的生存 就是儲備的更好了 才去面對那個世界 那女生的話 其實因為他就是顧一個小孩 所以他可能早一點開始 顧幾個小孩而已 所以他可能早一點開始比較好 但是其實演化 我們都其實是講故事啦 就是我從一開始講演化 就都是故事 都是theory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做時光機 去證明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